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改进设计 验证表单 检测浏览器 创作Cookies 以及更多的应用 它是可插入HTML页面的编程语言 当Jarscript插入HTML页面后 可由所有的现代浏览器执行 Jarscript会学到的主要内容是 1.写入HTML输出 2.对事件做出反应 3.改变HTML内容 4.改变HTML样式 5.验证输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我们来验证一下写入HTML输出 我们在Body的标签部分 我们加入了Script标签 也就是加入了JavaScript这种脚本语言 我们里面加入了一个DocumentWrite 也就是像我们HTML文件中写入一个H1标题的 还有一个P标签的段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Jarscript脚本语言中写入的这两个H1标题和一个P标签和一个P段落都已经在HTML这个页面中显示出来 第二个例子是 对事件做出反应 我们JavaScript是可以对事件做出反应的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例子 这里面 我们当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就会弹出来一个Alert警示的边框 里面写欢迎 也就是welcome 这样一段内容 Jarscript是对事件做出反应 这是它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 我们会学到Jarscript是如何改变HTML内容的 这里面 我在HTML中写入了一段文字 当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这段文字通过Jarscript这种语言 就改变了它在HTML内容中的这个段落中的内容 第四 Jarscript可以改变HTML样式 通过Jarscript这种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本身我们只有一段话 Jarscript can change the style of HTML 这是字体是黑色的 当我通过Clink事件出发 我们Jarscript这种语言 可以在里面把它这段HTML文字的颜色 改成红色 第五 我们来验证一下输入 我们来运行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HTML的框 我们要求在里面输入一个数字 但是我用Jarscript语言来写入了一段验证 假如说我输入的不是数字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几个字母 它就会弹出一个警示框 说你输入的并不是数字 当我们打入比如说打入12 这样一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点击它就不会弹出这种验证框 下Jarscript实现 内部的Jarscript HTML中脚本位于 script and 斜杠 script 这个标签之间 脚本可以被放置于 HTML页面中 Body和Header部分中 如下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我将script 这里面放入在Body的部分 也就是将这个脚本 放在了Body的部分 它是输出一段H1的标题 内容是This is a title 也就是这是一个标题 我们运行它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H1的标题就出现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Jarscript的输出 第一 从Jarscript访问某个HTML元素 我们使用DocumentGetElementsById 这种方法 来访问某个HTML元素 我们可以使用ID属性 来标识HTML元素 例如 这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用到了DocumentGetElementsById 然后同时我们在 这个段落标签中 设置ID为Demo 运行它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 得到了这个 得到了这个 paragraph 这个标签 同时 我们将 这个标签 改为了 MyFirstJavaScript 假如我们把这个 H1标签去掉 大家可以看的更直观一些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段落 MyFirstParagraph 但是当我加入 这个script 时候 我们里面先把它 这个元素 P元素得到 然后我们再把它改为 MyFirstJavaScript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MyFirstParagraph 这个段落就不见了 相反 由MyFirstJavaScript 来代替 接下来 我们来说一下 JavaScript输出的第二种 将JavaScript 元素 小HTML文档中输出 我们使用DocumentWrite 仅仅是向文档中输入写内容 也就是说 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DocumentWrite 把我们的 JavaScript里面的元素 写进HTML中 我们运行它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 我们的 在JavaScript这个脚本语言里 写出来的段落 最终写入到HTML 这个文件中 当然 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说在文档已完成 加载后 执行DocumentWrite 整个的HTML页面 将会被覆盖 可以看这个例子 这里面 我们写了 一个大标题 和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加了一个事件 当我们点击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运行DocumentWrite 里面内容是 Oh my god DocumentLoss 就是天哪 文件丢失 我们来运行它 这里面是我们原来的HTML的 两个文字 就是文本段 当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之前的两段文本段 消失了 由我们用DocumentWrite 写出来的这个代替 也就是说 如果说在文本已经完成的时候 再加载 执行DocumentWrite 整个HTML页面 它将会被覆盖掉 那么今天我们做一下总结 今天我们一介绍了Jarscript 第二我们介绍了一下Jarscript实现 第三我们介绍了一下Jarscript输出 留下课后作业 我们今天要熟练掌握 这章里出现关于Jarscript输出 和实现的代码 下一章 我们将会详细的介绍Jarscript的语句 那么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